大家可以找个朋友在你工作的时候帮你拍张照片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背部明显往前弓 脖子往前抬起 肩膀还有点往前耸 不仅在工作中啊 平时在刷手机吃饭走路的时候 基本都是这样的姿态 整个人就会显得很没气质 甚至有点猥琐 这个体态就是我们常说的圆肩驼背 是上班族最常见的体态问题 特别是在我们这些瘦子群体里更为常见 虽然大部分的体态问题由于涉及到骨骼 都需要去医院解决 但还好圆肩驼背没有那么难 我们自己就可以简单改善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应该怎么做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叔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圆肩驼背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胸椎前驱 特别是近视或者用笔记本电脑的朋友 为了看清屏幕上的小字 身体就会使劲的往前臭 久久之驼背就形成了 经常会有胸前很闷很紧的感觉 第二个是肩内旋 长期处在这个蜷缩的姿势下 胸前的肌肉就会越来越紧 不仅让驼背家具 它会把身体两侧也往中间拉 也就是肩部往内旋转 形成一个圆肩的状态 第三个是头前引 胸椎往前去之后 头部朝向其实是会顺着往下走的 为了看前方的屏幕 我们就会把头抬起来 形成一个头前引的姿势 长期处于这个姿势 我们的脖子后侧就会感觉很疲劳 披子走路的时候也很滑稽 有一种人跟着头移动的感觉 这些特征就是在不良坐姿用电脑 久而久之形成的 而圆肩驼背这种体态 学名也叫做上交叉综合针 就是在我们的上半身画一个交叉 这两条线分别就是紧张缩短 和拉长无力的肌群 其中胸前的胸大肌 胸小肌 甚至整个腹部肌群 都因为我们全缩的坐姿 而紧张缩短 脖子后这块上斜方肌和肩胶提肌 也因为长期抬头导致缩短紧张 所以这两个区域 平时会感觉很闷 很紧 很疲惫 而脖子这块颈前驱肌 和中背部这一片肌群 平时都是处于被拉长的状态的 这些区域 不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感觉 但由于力量薄弱 就没有办法把身体 拉回到正确的位置上 这就是圆肩驼背大概的原理 里面涉及到什么肌肉 大家不用记得 有个概念就好 那怎么解决圆肩驼背呢 主流的解决思路基本都是 放松紧张肌群 强化无力肌群 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 但我个人认为 这是属于康复专业的思路 非常的不接地气 为什么 你上网随便收个 上交叉综合针怎么纠正 就会看到那些专业回答 就是这样子的 先松节紧张肌群 一 胸大肌拉伸 二 松节胸小肌 三 松节肩胶体肌 拉伸背阔肌 肩胶体肌 斜肩胶肌上竖 手法放松斜肩胶肌上竖 拉伸胸索乳兔肌 斜脚肌等等 还没完啊 还要强化薄弱肌群 中下斜肌肌群 菱形肌训练 肩袖肌群强化训练 前距肌训练 深层颈曲肌群训练 哎我去 头都大了 满打满算 十三个动作 有的简单点的 起码也有七八个动作 这些改善方法正确吗 当然是正确的 可专业了 但这有用吗 完全没有用啊 我们都只是些 平平无奇的上班族而已啊 这些根本就看不懂 记不住 也没有耐心做完啊 那再专业的东西 如果执行不了 那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在这里 我帮大家重新理顺一下思路 把方法尽可能的简化 尽量让大家一遍就能看懂 每天都能够轻松跟着做 能够执行下来的方法 才是有用的方法 思路一 优先激活无力肌群 就是在放松紧张肌群 强化无力肌群 这个思路里 前者放松紧张肌群 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就算今天 你把紧张的肌群 全部给放松了 只要你用电脑的 不良桌子不改着 过不了两天 又紧张回去了 治标不治本的呀 除非说你这些部位 已经紧张 让身体很不舒服了 甚至影响生活了 那可以马上去放松下 不然对于症状 没有那么严重的普通人来说 可以暂时先不做放松 体态纠正的核心是 让身体回到正确的位置 自有相关肌肉的力量 恢复了 足够强了 才有足够的力气 把骨骼拉回正确的位置 所以强化无力肌群 才是纠正的重点 思路二 正确位置的维持能力 强化无力肌群 应该怎么做 不是说我脖子前侧 和中背部的肌肉无力吗 那么就多练练 强化它们的力量呗 没错 这些脖腰的肌群 确实需要强化 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 缩短紧张的肌群 也需要强化 这里就有同学会问了 这些肌肉都已经长期 处于缩短紧张的状态了 你再去强化它 难道不会让它 变得越来越紧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我们要强化的 并不是这些肌肉 缩短的能力 而是这些紧张的肌群 在拉长状态下的能力 你回想一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弯腰驼背 工作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姿不对 就赶紧挺直 腰背坐起来 但坚持没多久 就会觉得很累 不知不觉又开始弯腰驼背了 而这个累的感觉 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 好像后背并没有太累 反而是胸前这一块 累得挺明显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说后背的肌肉 比较薄弱 拉不住身体吗 那应该是他们比较累才对啊 前面紧张的肌群 怎么会累呢 因为前侧紧张的肌肉 只是在缩短的状态下 很有力量 但是在拉长的状态里 也是薄弱无力的 这些肌肉不习惯 在拉长的状态下发力 自然就会感觉到疲劳 并且会倾向缩回去 所以我们不仅要强化薄弱的肌群 而且还要同时强化 紧张肌群在 拉长状态下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让身体 处于正确的位置时 相关的肌群都能够 充满力量地维持住姿势 而且感到很轻松 好 思路讲完了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结合这个思路 还有普通人也简单易知行 我们首先可以在睡前 安排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悬空仰躺 屈膝躺在你的床上 上半身露出在床的边缘 悬空稳住 大概就是你的肩胛骨下缘 这个位置贴着床的边缘就对了 慢慢把上半身往下放 直到和地面平行 同时要注意头部不要往后仰 下巴要用力收回来 整个头部往下沉下去 这样子你整个脊柱 才能够回到正确的中立位上 然后维持在这个状态 慢慢地做深呼吸 坚持30秒以上 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马上到床上来试一试 有部分圆肩头背很严重的同学 这个动作可能10秒都坚持不下来 脖子这个部分会觉得特别特别累 因为他们的颈部肌群都太薄弱了 这个动作脖子是要主动用力往里收的 所以就会特别累 但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能坚持10秒 下次就试试15秒 一周时间脖子就能够恢复它应有的力量了 同时我们的胸椎在往下放到水平位置后 身体前侧的肌肉就处在刚刚说的被拉长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习惯发力维持身体的位置 在你挺直腰背做直的时候 也会习惯很多 轻松很多 这个动作做三组 每组至少30秒 能完成就今天久一点 如果能达到三组60秒 你会明显感觉到挺直腰背用电脑比以前要轻松很多 第二个是超人式 我们把身体反过来 一样把上半身挺直直到和地面平行 不要仰头看前方 下巴用力收回去 然后我们把双手伸直抬起来 大拇指朝上 上半身摆成一个Y字 维持住 这个动作就好像肋骨下语元贴在床的边缘 但自己一个人做的话 很可能会觉得不太稳要摔下来了 所以最好能有个好肌肉坐在你身上压一下 实在没有缘的话 也可以让身体往回收一点 胸肌下语元贴在床的边缘就好了 维持在这个状态 缓慢地做深呼吸 坚持30秒以上 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马上到床上试一试 这个动作主要是中背部的肩胛骨一带的肌肉会很累 而且双手会不自觉地往下掉 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持双手往上抬的发力 这个动作也是做三组 每组至少30秒 有能力达到60秒就最好 就这两个动作 睡前人人都能做 很简单对吧 如果想省时间 两个动作交替着练 5分钟不到就练完了 每天坚持练 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 对抗不良坐姿带来的体态问题积累 完全是够用的 坚持两周再看看你的体态 会有改善的 如果你下班有习惯去健身房的话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动作 弹力带兼选外 手掌朝上拿着一根最细的弹力带 手臂用力夹在身体的两侧 挺胸收背 站持 吐气的同时 主动用力收紧肚子 把弹力带往两边拉开 同时肩膀也可以主动的往外扩 在最大幅度处用力 坚持一下 然后吸气 缓慢有控制的回到原位 很显然 这个动作的目的 是通过加强肩选外的肌群 对抗你平时的肩选内 也就是圆肩的习惯 我们不用在训练中单独练它 放在热身里就好了 无论今天你练哪里 热身的时候都做一两组这个动作 每组15到20次就很到位了 好的 圆肩驼背的解决方法就这么多 养成习惯 坚持下来 效果慢慢就出来了 还是得提一句 因为你的体态问题十分严重 已经不舒服到影响生活了 那就可以加一些 例如松解胸小肌等 放出动作来进行缓解 为了直接去找个正规的按摩店 按一按 也是有效果的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求三连求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